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知名机构Tech Insights此前预测,全球消费电子2023年市场规模接近9500亿美元。2024年,消费电子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兆美元大关。 今年6月份以来,消费电子成为科技股核心领域,既受到整个行业拐点出现的影响,也得益于新产品的不断发表。 新产品也在夯视行业拐点,尤其是科技巨头不断推动MR AI装置的落地。 6月28日,苹果Vision Pro在中国正式发售,起售价达到299999元人民币。 此外,三星、谷歌等厂商,也均在AI手机叙利。 辉达、英特尔、戴尔、微软等巨头,也在AIPC领域不断推动消费电子行业发展。 这将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AI装置,进而形成更多的电子装置更新需求。 进入下半年,消费电子更是将迎来传统需求旺季,有机构指出。 随着AI赋能以及创新产品的发表,AI大模型在手机上的应用,有望打破终端市场创新不足的局面。 对硬体更高的效能需求,有助于推动消费电子产品需求的回暖。 AI手机有望带来产品量价其升的消费电子零部件。 另据市场研究机构Trendforce最新发表的报告指出,自台机电,于2016年开发命名为Info整合擅出型封装的FOWLP擅出型晶圆级封装技术, 并率先应用于iPhone7手机所使用的A10处理器后。 OSAT专业封测代工厂业者竞相发展,FOWLP及FOPLP擅出型面板际封装,Fanout Panel Level Package技术, 以推出单位成本更低的封装解决方案。 自今年二季度,AMD等晶片业者,积极接洽台机电级OSAT业者, 洽谈以FOPLP技术进行晶片封装, 带动业界对FOPLP技术的关注。 根据Transforce的调查,在FOPLP封装技术导入上,有三种主要模式, 包括OSAT业者将消费类IC封装方式自传统封装转换至FOPLP, 方坠专业精元代工厂,OSAT业者封装AIGPU将2.5D封装模式自Wafer Level转换至Panel Level, 面板业者封装消费类IC等三大方向。 从OSAT业者封装消费类IC自传统封装转换至FOPLP发展的合作案例来看, 以AMD与力程日月光洽谈PC CPU产品, 高通与日月光洽谈电源管理IC产品为主。 以目前发展来看,由于FOPLP线宽极限距上无法达到FOWLP的水准, 因此FOPLP的应用暂时止步于PMIC等成熟制成,成本较敏感的产品, 待技术成熟后才会导入到主流消费性IC产品。 从FOPLP技术对封测产业发展的影响面来看, 第一,OSAT业者可提供低成本的封装解决方案, 提升在既有消费性IC的市占, 甚至跨入多晶片封装抑制整合的业务。 第二,面板业者跨入半导体封装业务。 第三,方坠级OSAT业者可压低2.5D封装模式的成本结构, 甚至借此进一步将2.5D封装服务自机有的AIGPU市场 推广至消费性IC市场。 第四,GPU业者可扩大AIGPU的封装尺寸。 Tranforce认为, FOPLP技术的优势及劣势, 采用诱因及挑战并存。 主要优势为低单位成本及大封装尺寸, 为技术及设备体系上代发展。 技术商业化的进程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预估目前FOPLP封装技术发展在消费性IC及AIGPU应用的量产时间点, 可能分别落于2024年下半年至2026年, 以及2027年至2028年。 相配套的工艺制成方面, 根据DJ Times近日报道, 苹果、高通、联发科等手机SOC大厂下半年将推出的旗舰手机SOC产品, 将全面采用技术规格更高的台积电N3E制程, 效能提升显著。 其中, 苹果A18处理器将超越M4处理器。 据报道, 苹果iPhone16系列拉火载急, 全系列产品有望搭载台积电第二代300米制程N3E, 供应链透露, 苹果一条高A18晶片订单规模。 分析师称, 汇达虽已接受台积电2025年4nm晶圆涨价约一成, 但苹果明年3nm晶圆价格维持不变, 主因双方与i米G晶片持续合作, 台积给予价格之优惠, 其他客户晶圆定价可能会在第三季模确定。 N3E工艺作为台积电的第二代3nm晶圆, 工艺技术相对于第一代N3B工艺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 与传统的半导体工艺相比, N3E工艺能够提供更高的电晶体密度和更快的开关速度。 这意味着使用N3E工艺制造的晶片在运行时能够提供更高的效能, 同时保持较低的功耗, 这对于高效能运算和行动装置等应用非常有利。 另外,随着半导体工艺的不断缩小, 晶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 台积电的N3E工艺在制造过程中采用了多项创新技术, 确保了电晶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这有助于提高晶片的良率和降低生产成本, 也为晶片的长期使用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AMD公司在2024台北国际电脑展上发表了Strix Point, 该产品采用了Zen5系列和RDNA3.5架构的组合。 不过最新消息称,AMD调整了300米生产计划, Strix Point的发售日期延后了两个季度, 甚至可能已经被取消。 然而,消息议员Monslaw-Listab爆料称, AMD会在2025年第二季度发表Zen6架构晶片, 采用台积电N3E工艺, 量产工作最早将于2025年年底前启动, 但不排除推迟到2026年可能。 消息员表示,Zen6架构处处理器包含标准版, Dance Classic版和Client Dance版, 核心配置方面有8和Zen6, 16和Zen6C和32和Zen6C, Extended三种。 消息员还表示AMD针对消费集市场, 将Zen6系份为三个大类, Medusa Point的高阶笔电版本, Medusa Ridge的AM5平台版本, 同时适用于游戏笔电和桌机的Medusa Halo版本。 在此背景之下, 麦格里发表报告, 将台积电台股的目标价上调28%至1280元新台币。 该行认为, 在人工智慧发展趋势推动下, 台积电的需求能见度优于历史平均水平。 随着台积电为客户创造价值, 该行相信公司将能提高定价。 该行将台积电2024至2026年每股盈利预测, 分别上调5%、2%及1%。 预计台积电基于价值的重新定价, 将推动毛利率改善。 该行提到, 根据在台北国际电脑展的实地考察表明, 台积电先进节点的大多数主要客户, 将同意以更高的价格换取可靠的供应。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用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